这是个一米八的巨人 巨人举剑就射 他非常生气 拔出匕首 将士兵撞飞 其他人也射出弓箭 巨人捶爆石头 大壮赶紧向前跑去 巨人却紧追不舍 想踩死大壮 可都被他灵巧地躲开了 不过附近的树就倒了枚 大壮突然停住脚步 原来前面有陷阱 巨人快速跑了过来 然后一声咆哮 大壮赶紧捂住耳朵 躲开树根的袭击 抓起宝剑 扎到巨人手掌上 可巨人脑子不好使 双掌用力压了下去 大壮拼命顶住 巨人疼得哇哇大叫 他抬起手掌 摆脱神剑 大壮伸出手 拉了下绳子 下一秒机关启动 木头重重地砸到巨人身上 他哭吃一声仰面摔倒 大壮把他踩到脚下 正在这时 又一个巨人跑了过来 大壮拿出三叉戟 巨人刚想动手 却被老人制止了 他们还扔掉武器 跪了下去 原来海神是他们的恩人 一个炮掌落到地上 溅起漫天烟尘 地面出现一个0.9米的大坑 里面冒出无数火花 下一秒 出现一条巨大的尾巴 人们吓得四散奔逃 怪兽在地下不停地钻来钻去 然后冲天而起 大壮见此情形 掀开桌子 打开地下室 取出一把神剑 而外面正下着漫天火雨 突然一头怪兽翻了个跟头 他竟然长着两个脑袋 一个口中吐出汽油 另一个喷出火焰 不停地袭击着人类 大壮快速追了过去 高高跳起 落到怪兽背上 神剑狠狠地刺了下去 怪兽不停地摇晃身子 把大壮甩了出去 他非常愤怒 不停地张嘴咆哮着 然后喷出火焰 大壮用木板挡住 怪兽一个飞扑 把他撞到地上 可怪兽却被雨网缠了起来 短时间内根本挣脱不开 不过他的力气非常大 拖着大壮向前跑去 撞破石墙后才停住脚步 然后用头不停地攻击着 大壮抓住铁链 把怪兽缠住 用力往地上拽 怪兽非常愤怒 吐出火焰 可没有汽油根本烧不着 而另一个头 却不停地留着哈喇子 突然大壮松开手 怪兽一扭头 竟然把自己烧着了 随后大壮来到宙斯神殿 由于没人祭拜 这里非常破败 宙斯一直没有出现 反而是波赛东来到这里 他拿着三叉戟 身受重伤 而宙斯被关在地狱里 随后他就变成沙子 风一吹就消失不见了 大壮拿着三叉戟 骑着天马 找到了半神小帅 把三叉戟交给了他 然后他们来到巨人山 在巨人的带领下 几人来到一个洞穴 找到了火神 地狱就是他建造的 火神转了下地球仪 搬动把手 地球仪震动一下 然后快速变化起来 露出里面的城堡 而宙斯被关到了里面 之后他们不停地赶路 来到一座旋转的城堡面前 几百个门中 只有一个是安全的 老人来到门前 不停地搬动石头 破解上面的机关 突然石头动了起来 大门缓缓打开 老人让他们赶紧进去 正在这时 空中出现白色光幕 战神掉了下来 大壮几人根本不是战神的对手 而石门不会等人 眼看就要关上 老人把拐杖往地上一戳 卡住石门 然后转过身来 向战神冲去 战神一把抓起他 扔到了地上 小帅趁机把战神打倒 这时拐杖崩断 几人快速钻了进去 来到迷宫中 这么高的建筑 没有地图肯定会被困死在里面 而且迷宫还在不停地转动 幸好小帅有罗盘做指引 地面裂开 石块快速地变换位置 没过多久 就出现一条新的通道 而前面出现红红的火光 中间绑着的就是宙斯 他的神力正一点点被吸走 传入神王体内 他已经苏醒 很快就会解除封印 大壮砍断绳索 救出了宙斯 这时无数巨石纷纷落下 宙斯用仅存的神力逃了出来 随后火山爆发了 掀起一阵飓风 紧接着大批怪物冲了出来 幸好士兵早有准备 跟怪物打到一起 不过士兵根本不是怪物的对手 这时死神出现在宙斯面前 把一半神力传入宙斯体内 他终于摆脱了死亡 怪物在两人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突然地面冒出一条岩浆手臂 随后露出头来 不一会神王就出来了 足足有十米高 宙斯释放出闪电之力 可根本奈何不了神王 他轻轻挥了下胳膊 小山成了粉末 大地被挖出一个深坑 无数岩浆洒向地面 这时大壮骑着天马赶了过来 手里拿着弑神长矛 穿过神王的重重阻碍 从他嘴里钻了进去 然后扔出长矛 下一秒 神王就四分五裂 变成了石头 人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而宙斯失去了神力 最后变成沙子 消散到空中 这俩人想吃烤全羊 可一不小心触动了机关 山上的巨石掉了下来 他们被鱼网掉到了空中 士兵用匕首割断绳子 掉到了水里 可站起来抬头一看 树上的鸟儿都飞到了空中 小羊也跑了 难道有什么怪兽 这时大壮看到一双脚 足足有四十二马 他来到湖边 想抓着小羊做晚餐 突然他用嘴巴使劲闻了闻 向士兵走去 手一用力 拔起大树扔到一边 他爬起来就跑 巨人先让他跑了半分钟 然后迈了两步就追了上来 一巴掌就拍到了地上 将军不顾自身安危 砍了巨人一刀 却被踢晕过去 他看了看手中的小类儿 过年终于可以吃顿好的了 大壮潜入水里 这才逃过一劫 巨人把将军扔到面上 撒点胡椒粉 把它裹了起来 放到一边 和三只小猪一个待遇 然后来三炷香 插在上面拜了拜 满满的仪式感 不过差点命中要害 然后把盘子塞到了火炉里 大壮见情况危机 爬了上去 抽出一把刀 刺入巨人脖子里 他挣扎了半天 撞到墙上嗝屁了 大壮成功救出了公主和将军 可回去时 一个巨人堵住了洞口 大壮拿棍子捅了个马蜂窝回来 将军掀开巨人的头盔 把马蜂窝塞了进去 没一会儿巨人站了起来 为了半天劲才摘下头盔 可一不小心掉了下去 大壮和公主顺着藤蔓爬了下去 将军则留下来抢夺王冠 王冠是用巨人的心脏制成的 能让所有巨人臣服 可他却被驸马偷走了 还收服了这里的巨人 他打算带着巨人离开天空城 统治世界 这时将军跑了出来 跟驸马打在了一起 终于还是将军齐高一招 取得了胜利 可王冠却被巨人抢了过去 还得到了魔斗 他们要离开天空城吃顿大餐 这是一株魔法神树 一夜之间它就长了几万米 笔直地插入茫茫云海中 连接着传说中的天空之城 那是离神仙们最近的地方 突然空中掉下一个巨人 重重地撒到了地上 人们都好奇地观望着 国王说 这棵树不能留 上面的巨人会危害人间 于是他们把树根砍断 巨大的藤蔓不停地袭击着人们 瞬间就死伤无数人 没有树根的支撑 藤蔓慢慢倒了下来 又砸死了一片 将军在天空城跳到了藤蔓上 大壮割断绳子 抱着公主跳了下去 幸好落到了草垛上 距离收割机只差两厘米 藤蔓朝着王公倒下 将军见状跳到了河里 这才捡回一条命 双头巨人吹出一口气 把十颗豌豆吹到了水里 无数藤蔓瞬间破土而出 疯狂地涨了起来 巨人们吹响号角 纷纷爬到了藤蔓上 他们要下去捕猎了 大壮想要给汗血宝马 喂点水喝 可低头一看 水槽里出现巨大的藤蔓 还在疯狂地生长 他骑上马 告诉了修士 他马上敲响了巨钟 然后朝公主他们跑了过去 这时 身后丛林里出现大量巨人 疯狂地追赶着他们 虽然只有两条腿 可跑起来比马还要快 不一会儿就追上了他们 这个巨人卸下风车当武器 朝最前面的国王扔了过去 幸好只打中了王冠 他们向着城堡赶了过去 将军命令士兵把油倒进湖城河里 等国王进城后才放出火箭 同时拉起了吊桥 大壮的汗血宝马跑得最慢 可还是在最后一刻跳了上去 而双头巨人则掉到了河里 巨人把大钟扔了过来 砸坏了国王的雕像 还扔出钩子挂住吊桥 用力拉了起来 双方展开了力量的角逐 可最后却是势均力敌 巨人只好想其他办法 把燃烧的大树扔到城堡里捣乱 虽然伤亡很大 可他们却没有放弃 用诸葛神弩不停地射击 可巨人把兵器扔了过来 吊桥碎中还是被拉了下去 巨人大军闯了进来 墙面冒出蜘蛛网一样的裂缝 越来越大 飞出无数碎石 从里面伸出一只手 然后扔出一个头盔 有东西爬了上来 它有巨大的脚丫 拎着别具特色的流星锤 一步步向前走去 这竟然是个身高二十米的巨人 他一回头露出绝美的龙眼 窝了个乖乖 他居然有两个脑袋 突然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软下身子 朝帐篷里看了看 两个小人跑了出来 他用流星锤阻拦 可没有成功 然后用锤子不停地搞着破坏 可就是没有碰到两人 他们走进屋里 可巨人太大 根本进不来 他们在走廊上快速奔跑 没想到巨人一把 抓住了公主 大壮见公主有危险 拿起旁边的斧子 用力一跳 朝巨人砍去 巨人的胳膊一抬 把他攥到了手里 可他没有放弃 把斧子扔到巨人头上 疼得他哇哇大叫 用手拔出斧子 扔到地上 把大壮举了起来 张开大嘴就要吃了他 大壮解开项链 拿出里面的豌豆 扔到了巨人嘴里 他还打了个宝格 可下一秒 肚子里就翻江倒海 十分难受 把他们扔到了地上 大壮抬头一看 窝了个乖乖 无数藤蔓从巨人身体里 酸了出来 而且越长越快 房顶都被干穿了 无数石块纷纷落下 就在这时 大壮看到了巨人手指上的王冠 从远处看去 城堡里酸出无数藤蔓 下一秒 城堡就不停地坍塌 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远处的巨人 对此毫不关心 看着眼前的小人军队 露出十分饥渴的表情 突然他们把武器放了下来 纷纷扔到了地上 然后弯下腰 跪了下去 原来大壮带着王冠走了出来 他命令巨人回到天空城 人们最终取得了胜利 某某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